大家知道我们在人间有时候就是摆脱不了一种人间的苦恼 那么人间的苦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因为我们未生病 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正思维的人 正思维呢就是想得通 因为正思维的人容易理解别人 正思维的人呢觉得自己是佛 正思维的人呢他就什么事情先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那么这样的人他的思维是正的 所以他不会迷惑 那么一般的人为什么会迷惑呢 主要是一般的人他首先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 把一些善良的东西他想到非常的难受 把人家全部看成魔 这个时候你的邪念占领了你的身体的脑子指挥的思维部分 使你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就像魔一样 所以自己实际上心里的一些细胞都成为魔了 因为你的细胞源遭到破坏 因为你不是正思维 你是邪思维 邪思邪念 那么你就慢慢的影响到你的正思维 因为你的邪念占上风 你就慢慢的去除了很多的正念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要有理智 理智就是正思维 当一个人失去理智 他就会把别人都看成坏人 失去理智的人 他会发疯 他会占有魔性 就像电影里面一样 很多人把他的孩子抢去的 所以母亲像疯掉一样 拿什么东西都会砍上去 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就是理智 我们佛学佛人 实际上首先要学佛的理智 我们学佛就是要懂得 物了就是佛 米了众生 所以不开悟的众生 那么就是一个着迷的 一个凡夫 俗子 那么一个人如果开悟了 那你就是佛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能执着过头 我非要这件事情 我非要怎么样 你一定会失去更多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学佛 口中在念佛 意念不要失去佛 你才做得好 菩萨 身体要不断的做善事 举个例子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想 今天在观音堂 讲话轻一点 不要影响到别人 我们今天能不麻烦别人 就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 这种意念的供养 意念的善处 本身就是供养佛 它会得到菩萨的感召和加持的 因为你的思维是菩萨的思维 因为你脑子里想的是菩萨 所以你才会做出菩萨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学佛人 平时我们经常讲 经常讲 你为什么会脑子不清楚 因为你跟菩萨离得太远 你为什么求佛不灵 因为你没有得到菩萨的感召力 因为求佛的人 他不是一个菩萨 他求菩萨 他如果视向菩萨的思维 他很能得到感应 就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好人找一个好人帮忙 对方很快的就会答应他 因为你是好人 所以我一定帮助你 帮助一个好人本身 一个好人就会觉得很开心 这就是感召力 那么今天如果是个坏人 来找一个好人来帮忙 所以这个好人就不一定帮忙 对我们学佛人也是一样 因为你是坏人 所以你得不到菩萨的帮助 因为你的思维 想的是自己 因为你的行为 已经伤害到别人 因为你的语言 已经触犯了口语 所以这时候你是处于一种糊涂状态 你不是属于一种善良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求佛不灵 就是这个 因为他迷惑了 他颠倒了 所以他搞不清楚 什么是佛 什么是菩萨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 一个善良的人 他是有一种感觉的 他感觉到自己做错了没有 他感觉到我今天对得起别人没有 他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行正 就是行的正 所以想做一个好人 就应该行的正 因为我们一着迷 我们就变成众生 就像一个人一发脾气 看上去就不像一个好人了 一个人一骂人 你还能说他是个好人吗 如果是一个好人 你就必须要特别的心中想着佛 想着别人 感受到别人的这种痛苦 你才能换取你的慈爱之心 慈悲之心 一个人离开了佛性 慢慢的就犹如喝了酒的人一样 哪儿都找不着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一个人离开了菩萨保佑 今天我们坐飞机都会很害怕 想一想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灾难 过去飞机是最安全的 现在没有一架飞机是安全的 我们过去人的身体是安全的 现在任何人都可能生癌症 已经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 所以现在人只要身上长出一个小节子 一个小瘤 其实不一定是癌症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癌症 这就是现代社会 人心险恶 人天天在处于动坏脑筋的状态 所以佛是众生 佛如果变成了众生 是因为他妄念纷飞 如果众生因为拥有佛性 他就是一个佛 所以佛就是一个开悟的众生 而众生就是一个开悟的佛 所以认识众生 认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普度有缘众生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缘分的菩萨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佛 一定要懂得 我们人的意念是慢慢地培养的 我们人的思维是慢慢获得的 我们人一个加持力 一个维护力 想一想我们的心 怎么能够安定的 因为我们经常安定 想一想我们怎么会发脾气的 因为我们天天在发脾气 所以自己的心能够克制住 本身就是一种学佛人的表现 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心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菩萨 越来越有定性 越来越稳得住自己 人心在瞬间会产生 无量无边的空间 让你获得无量无边的安宁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修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